郭官雄 jedan 游國局長為賺380元失落八萬多 為了每萬萬萬活用380元 喪失了150萬長逢 還結婚的公國職游政局局長梨榮泰 昨 revealed THEOCEIA 行為失擔罪 控罪於 2008年知道游用文具要快加價 一千 minute 買了 930 件文具 放在後勤辦公室 之後吩咐下屬用新的價錢賣出165件 賺了差價380元 08年底他被廉署人員拘捕 辯方說他做了31年 03年升作油股局長 月入27,000多元 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要負擔大仔在澳洲每年30萬的學費 他不是精心策劃 只是愚蠢犯案 現在已經知錯很後悔不會再犯 希望法庭可以考慮到他的年紀和只有中五學歷 很難再找事做而輕判 但裁判官罵他為了300多元 將努力付諸流水是極度愚蠢 亦打擊市民對公務員的信心 要先撒取社會服務令等報告 保釋後判